哈喽大家好,我是卡皮 今天带来包容新闻翼62集的情报内容 62集的标题为 闷闷不乐变色些 所以不难看出 小的烈影西进化了 从情报内容可以知道 烈影西的进化过程很平常 就是莫名其妙的 在62集开头就进化了 没我想的那样 小的遇到危险 或者什么重大情况下 未必进化 通过前面剧情 我们知道 烈影西传了自己进化型 千元毕业 但是他竟然不知道 于三家就是要进化两次 才能变成最终形态的 烈影西进化后是变色些 必须再进化一次 才是千元毕业 而这次烈影西在进化后 通过水龙倒影发现 自己的形象 并没有想象中的帅气 就变得有些自闭了 而更无意的是 变色些变成这个样子后 小的其他宝梦都不认识他了 因为是陌生人 于是对其发起了攻击 这更加打击了变色些 于是他一个人 跑到一个洞里待着 即便是小的过来 变色些也对其爱搭不理 不过小豪没有放弃 他耐心地开导他 并且讲述了自己 悲惨童年经历 据说小豪还哭了 这就让人很好奇 小童年到底经历的啥了 会不会因此让他洗白呢 我是卡提 咱们下期见